好,看一下320B的操作方法 看一下,这是一个急停开关 急停开关按钮之后,你启动的话就没有反应 这是一个点动按钮,把急停开关打开 这个点动,看 它这个是一个信号指示灯 好,现在看一下操作手柄这一块 这个是一个正盘走刀 就控制四杠的旋转方向 你拨的时候要一个手转动卡板 一个手这样拨比较好拨 看,这正盘走刀,这三个挡呢 这个是换挡手柄 这个,看到 这一个手柄是三个挡位 右边,中间,左边,三个挡位 这个呢,是高低速 三个挡位,两个挡位,一共就六个挡位 六个挡位,那皮带还有两个挡位 就一共这个机器可以实验12个挡位 那我们现在这个挡位呢 就是最高转速,就是看这个符号 能看,能看清楚 这个手柄在这个位置 这个手柄在这个位置,下面就1600转 这个最高转速 然后呢,如果我们拨到90转呢 比如说你看这个90转 把这个手柄拨到中间 这个手柄拨到中间 这个手柄,就是这个,拨到中间 就是90转 然后你看,点动一下看一下 它就90转 好,然后看一下这个 往下,再来一点 看一下这个是走刀箱 走刀箱的手柄 它分那个1234嘛 ABC 可以实现12种的 撤销范围 就是逻辑 公制螺纹,它直接可以车的 常用的都是可以车 直接换档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这个我,这个我来操作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比如说,来做个演示 比如说我们要车2毫米的逻辑 我们把这个打到C 打到C上面哈 2毫米逻辑,看一下这个 然后对应的是1 把这个打到1 这个就是2毫米的逻辑 当你车螺纹的时候啊 车螺纹的时候,这边有两个手柄 这个是车螺纹的 这个合上之后它走的是螺纹 如果你正常的话 不车螺纹的话,你要用这个手柄啊 自动走到手柄 把它压下去就可以了 它就自动走到手柄 自动走到手柄 就是平时不车螺纹的时候用 左边的刚刚大拖板 这个中拖板,是上下控制吗 下面是大拖板,看到吗 上面中拖板 然后这个手柄呢 这个就启动停止 往下加 往下就反转 往上就正转 这是我们一个变频调速的 这个里面的电源是变频的 这个后面用的是三项电机 但是我们插座 来到这边看 从那边转我 看一下哦 这里面是一个变频器 1.5千瓦的适量变频器 你看这个 这个是 看下面 这个是三项电机 1.1千瓦的三项电机 这样配合起来非常有气 看我们这个插头 插头是220伏的 220伏的插头 好 拆到前面 编屏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呢 大家都知道 像220伏的电机 你直接是不可能正反转的 打到正转的时候 你瞬间反转 它是反不过来的 还是正转 时间一长就烧坏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把它调到最高转速 先调到最高转速 我用那个 现在是变频控制 输入是220伏的 输入是220伏的 现在看我们看效果怎么样 看一下啊 你看 你看现在正常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 启动完之后高速 马上起速 启动完之后呢 然后可以瞬间反转 打到反转的位置可以瞬间反转 然后呢 我们我们如果是正转的时候 看一下 打到打到停的时候 它会马上刹车停止 像普通的普通的那个电机 都是不行的 普通的那种直接 直接用220伏的电机是不行的 没有这个效果 而且它有惯性 不带刹车 看一下 有个刹车 刹车 刹车